中国游泳队进行集训备战 虽然距离12月13日至18日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国际泳联短持游泳试锦赛 还有数月的时间 但中国队已经提前开始集结准备 张宇飞等人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表示 前期还是以恢复身体和体能为主 状态也要慢慢恢复 中国队对于这项2022年最后一项大赛非常重视 进行了队内测试、大比武等环节 运动员的训练、保障都很到位 在9月16日 汪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训练、健身和恢复的相关动态 他晒出了两张照片 可以看到汪顺在战术板上进行讲解、配文、记录充实的一天 现在的汪顺依旧是中国游泳男队的领军人物 此前中国队的队长是孙杨 但目前他处于51个月的竞赛期 徐家瑜因为场外的风波等 这次的集训没有看到他 虽然徐家瑜的年龄不大 但想要重返中国队 难度比较大 汪顺也就成为了中国游泳男队的门面担当 他的成绩也是最好的 而且很有领袖气质 可以带领中国队的所有队员承担责任 汪顺今年已经27岁了 13岁进入到浙江省一队 15岁进入中国游泳二队 恩师是朱志根 年少成名的汪顺主攻混合泳 16岁就拿下了亚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军 21岁开始逐渐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软持游泳世锦塞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 也是中国男子混合泳首个世界冠军 除了世界冠军之外 还有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去年东京拿下男子200米混合泳金牌 也是中国游泳男队唯一的金牌 回国之后参加全运会 汪顺拿下四枚金牌 表现强势 前段时间的布达佩斯游泳世锦塞 汪顺遗憾没有获得奖牌 原因是 他本来是备战杭州亚运会 世锦塞不在参赛的预期中 所以 这次因为伤病和状态的原因 没有站上领奖牌 汪顺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备战月底的国际永连短持游泳世锦塞 也希望他可以好运 同时 率领中国队取得好成绩